美国财税研究所 我是研究员可可 我是研究员彬彬 最近加州又出了一个法案 正在审批当中 说的是房住不炒 没错 什么叫房住不炒 就是在过去几年里 大家有很多人做flipper 就是买一些旧房子 然后给它翻建 翻成新房子往出卖 这样也使房子现在价格很高 这个新法案是针对加州的一个 就是capital gain 就是增值税的问题 对 我们今天先回顾一下 如果是这个法案之前是什么样的 如果这个法案之前 capital gain是分为两块的 一个联邦一个加州 联邦如果是12个月以上是20% 如果是12个月之内的话 它是根据收入来的 如果您收入的税率是30% 您对应的联邦就是30% 没错 加州层面也是一样 跟着您收入一起来 最高你的capital gain 不会超过11.3% 对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它税改以后会什么样 我们下一期继续 一分钟学会美国税务 欢迎孩子光临